虽然美国对在台湾军售问题上和中国有摩擦 但是美国呼吁和中国恢复军事交流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星期六在新加坡的一个安全会议上说 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和美国中断军事交流的决定会影响到地区稳定 盖茨说很清楚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关系中断不会改变华盛顿对台湾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今年1月通知国会计划向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的军售 北京随后断绝了和美国的军事交流 中国对盖茨这次亚洲之行期间访问中国的建议也予以回绝 盖茨说军售不是威胁因为华盛顿不支持台湾独立